大家好 欢迎来到花耳编织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全中用上下针编织完成的鞋纹花样 好 这碗花样你无论只蓝色毛衣或者帽子都极其不错 正法极其简单 它这六针一组花片子就起六的倍数加三针 再加两针编织 一只六的倍数加五针 整个花样就是四行一个循环 重复往上编织 好 下面就得为大家示范一下 它的详细制法 好 我就用这个小针来为大家示范 第一行 边针 好 三上 然后把它三针 把它套回 左针 把线拉下去再套回右帮针上 好 然后制三下 重复这六针的组合继续 三上 套回左针 把这三针线拉下去 再套回右帮针上 然后三下 继续这六针的组合 三上 好 然后套回左针 线绕下去 再套到右帮针上 然后制三针下针 好 继续 三上 好 再制三下 好 始终重复这六针循环去制 重复到最后 我们剩三上 好 这三针上针同样 把它套回 左针 线绕下去 再套回右针 最后边针 第二行 第二行我们就这一行上针 好 这个花样反面都是直上针的 排花在正面 来看第三行 好 因为你看花样是错开的 第三行要把花样错开 边针三下 然后三上 好 同样这三针套回左针 线绕下去 再套回右针 好 重复这六针的组合 继续 三下 三上 好 套回左针 再套回右针 继续 三下 然后三上 好 套回左针 线绕下去再套回右针 好 继续这六针 三下 三上 好 重复到最后我们剩三下针 边针 好 第四行反面行同第二行是一样全直上针 好 把这一行上针制好 这花样就完成了 也就是反面行都是直上针 排花在正面行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